破案了家人们 原来这又是小情侣互相报备 给我们吃剩饭呢 哥哥端午终于出来了 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粽子的图 然后就发现他这个粽子 居然是上海宝格丽酒店的 对比一下就是这一款 也就是说他今天刚到上海 就吃上了粽子 但是重点是 这个粽子应该是两个的 从哥哥拍的这个油字上 可以看出来是被他吃掉了一个 而他拍的这三张图片 这两束花都是相机的尺寸 只有这个粽子是微信尺寸 这个尺寸大小大磕道啊 所以小娜的赞 就是把剩下的一个粽子 发给了原在法国的某人杯 怪不得这手机就不离手 原来这随时报备着呢 小情侣亦帝就是爱秀 哥哥今天居然又带上了爱情手表 这是又要听对方的心跳了 别太爱了我说 其实还有一点让我很刻的 就是哥哥今天这个卡点 他卡了自己的生日 所以证明他真的会在一些特殊的节日 卡一些特殊意义的数字 那么18年 他们俩一起过的这个端午 卡的爱迪一博 是垂浪 那个时候是真敢啊 现在只敢按戳戳的 動音